好,那畫的時候其實盡量是你有畫葉子的地方才有影子喔 這邊外面是天空嘛,就不會有影子 那沾一次顏料可以畫這麼久 好,就這樣慢慢畫,有點像著色布的概念 那畫完之後再去沾一點點顏料去加深它 然後看你是要沾什麼色系的顏料去加深 那如果你的筆水太多的話,稍微把它吸掉 再去混它 好,類似這樣子就會有影子的效果 那所以這是第二階段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這種比較大面積的葉子 它的下方呢,我們會從這麼淺的淺綠色開始疊 先疊這個淺綠色 把那個影子疊出來 好,那疊完之後更深的地方 趁它沒乾的時候,壓上去 好,大概是這樣子去把陰影的第二層做出來 類似這樣子就會有一層層次的分層 那你就開始去找,哪邊有陰影就這樣去做 好,然後這一張等一下可能還要做的是這個房屋 對,然後你如果說是畫類似這一張的話 那就是幾乎一直在跟那個葉子 一直在畫葉子啦 因為它雖然沒有房屋 但是你可以看到葉子其實很多 好,那像這張葉子其實剛剛那樣也就差不多了 所以像這個葉子的部分呢也是同樣的 這一塊有暗面對不對 你這個暗面你可以看到它的顏色本身 就算是暗面也沒有統一一個顏色 所以你畫的時候其實就是先從淺綠色開始